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不是财务报表整体重要性是我们最核心的指标 当我们确定好财务报表整体的重要性的时候 后面再去确定特定的重要性 实际执行的重要性跟明显微小错报临界值 其实都是依据整体的重要性来展开的 那么上一次课我们也详细的讲解了一下 有关于财务报表整体的重要性应该如何去确定 它本身是从预期使用者的角度出发 利用一个基准去乘一个百分比 得到具体的整体财务报表整体重要性的一个金额 那么基准就看我们预期使用者最关注哪个报表项目 那他最关注那个报表项目 我们就把它选为基准 百分比呢一般我们是乘一个1%到5% 如果预期使用者相对来说范围比较广 敏感性比较强 那我们选择一个较低的百分比 比如说1% 如果相对来说它的敏感程度没有那么强 那我们选择一个较高的百分比 例如5% 这个地方大家除了理解之外 有一个方便的记忆方式 什么方式 带个数字 我们说后面我再讲解相关的题目 和有些概念的时候 我们一般把财务报表整体的重要性定义为100万 那我同学说定这个指标有什么好处呢 大家告诉我 我确定了这家被审计单位 它的财务报表整体的重要性是100万 在后续执行具体审计工作的时候 它到底有什么好处 首先大家拿出你这个教具 拿出这个卷尺 你们看一下 假设我拿卷尺的这个长度 作为什么 作为账量 一个内容是否重大的一个标准 比如说这么长 就是100万 那么好 针对于后续在审计过程当中 涉及到的相关交易账户余额以及披露 或者说发现的这个重大错报 它到底是不是重大的 我是不是就有一个定量的标准了 例如我给你举个例子 比如说针对于收入 注册块是在评价被审计单位收入的时候 我们发现收入 例如说有一个亿 这里面一共涉及到100笔交易 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这100笔交易里哪些交易属于重大交易呢 你是不是就可以用财务报表整体的重要性来评价 就这么长 这100个交易过来排队 一个一个去量 它超过100万的 它就算什么 这就叫重大的交易 那没有超过呢 那就不是重大的交易 所以你发现 财务报表整体重要性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就是用来评价一个内容 评价审计过程当中的交易账户余额披露 包括大家可以看到的这些报表项目 它到底是不是重大的 拿谁来衡量 拿财务报表整体的重要性来衡量 另外在后续的审计过程当中 我可能发现了一些错报 那这个错报到底是否属于重大错报 拿谁来衡量 拿财务报表整体的重要性 拿100万这个标准来衡量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卷尺其实就是一个标准 当你确定好了100万作为标准的时候 那么在审计过程当中 超过100万的事就叫做大事 这个属于重大的一般标准 这叫原则性标准对吗 那除了原则 就会有例外 我在审所有的交易 账户余额和披露的时候 评价他们的时候 难道都用100万吗 有没有行业里面特别关注的一些指标 有没有法律法规相关的一些具体的规定 对于特别的内容需要进行特殊的披露 另外我们之前上一节课 在选择基准的时候 还淘汰掉了一些基准呢 那些基准也可能是 预期使用者特别关注的报表项目 那么针对于这些内容 我可不可以定一个 跟100万不一样的重要性水平啊 也可以 所以在审特定内容的时候 针对具体的认定 那我可以定一个特定的重要性水平 但这个重要性水平一定要低于100万 什么逻辑呢 之前你不是有个卷尺确定是100万吗 那你再去衡量特定的内容的时候 这个卷尺要收一收 我不应该比100万更长 我也不应该等于100万 我应该用更严格的标准来去衡量它 比如说针对于医药企业的研发费用 对吗 医药企业预期使用者通过行业的属性 特别关注它的研发费用 那这个时候在评价研发费用里面相关交易的时候 哪些交易属于重大的交易80万以上的 对吧 我确定一个更低的特定的重要性水平 这样我就能够更加的严格 能够满足预期使用者的信息需求 另外涉及到实际执行的重要性 前面两个指标 无论是重大的一般标准 还是重大的特殊标准 都是我们注册快师在审计过程当中 评价一个内容 所使用的标准 那真正的当注册快师需要履行进一步的审计程序 也就是我们要去找错报测内控的时候 我只针对于这些重大的交易账户余额和披露 去执行进一步审计工作吗 这个时候你就要去考量一下了 那大家都知道 平时你们学习的时候 我为了考60分 我只学习60分的指示点吗 不是 我学习80分的指示点 对吧 要对自己更加的严格 注册快师也是一样的道理 我评价一个内容的时候 只要用眼睛去看 对吗 我们称之为叫眼睛 眼睛那意味着什么 手要低 真的在去落实具体的审计工作 那我为了能够将财务报表 它整体的重大错报 不存在这种情况 发表一个合理保证的一个意见 那我做具体工作的时候 我应当更加的严格和细致 我应当更加的严格和细致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需要把这个卡池怎么样啊 是不是要缩短一些 刚才我确定的是100万对吗 那在具体执行审计工作的时候 我要把这个卡池缩短一些 什么叫缩短一些啊 就是刚才那100笔交易啊 重新来过一遍 之前我过的时候 我是在评价 哪些交易属于重大的交易 哪些收入属于重大的收入 那实际执行的重要性 就是在我后续 需要对于哪些交易 执行具体工作的时候 我要重新衡量一遍 怎么重新衡量一遍 拿整体重要性 乘个50%到75% 我把这个卡池缩短了 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不止50笔了 这个时候要比50笔要多发现了吗 这个时候可能有75笔 那么针对于收入里面的75笔交易 我们都需要去执行 进一步的审计程序 前三个内容说的都是重大的事 所谓的重大就是影响 我们预期使用者的经济决策 而最后一个指标呢 它说的是放小的事情 微小的事情 什么叫微小啊 审计过程当中 有一些芝麻大点的事 快二八毛的事 我不想关注的事情 那有一些错爆 它可能只要小于这个指标 比如说我们三万 小于这个明显微小错爆临界值 我就可以不累计 不要求被审计单位更正 翻译成大白话 那就当我没看见 是一样的 这个其实就是四个指标的一个 逻辑内涵 那么上一次课 我们介绍了有关于财务报表整体重要性的一个确定的过程 包括了你需要确定一个基准和确定一个百分比 但是大家记住 无论是确定基准还是确定百分比 我们都从谁的角度来出发 都从谁的角度来出发 是不是都从预期使用者的角度出发 我们选谁做基准 看预期使用者关注哪个报表项目 我们就选择谁做基准 百分比呢 我们要看预期使用者是否敏感 越敏感的越靠近1% 越不敏感的越接近5% 而具体选择基准的一个考虑因素 虽然它有五项对吗 但实际上它的本质是几项 就是一项 就是预期使用者到底关注哪些具体的项目 另外的1 3 4 5 这些其实都反映了预期使用者如何去关注这家企业 关注哪一个报表项目的一些思考的维度 百分比也是一样 核心指标 看核心的内容 针对于考虑因素 它核心的内容是 财务报表的预期使用者对于基准数据是否敏感 那怎么去考量它是否敏感呢 从以下几个维度 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是否为上市公司利益实体 还有财务报表预期使用者的一个范围 主要是看它人数的多少 第三个呢 就是它是否高度依赖这些预期使用者 或者高度依赖这些相关的融资 如果它越依赖呢 那预期使用者心里是不是就越脆弱越敏感啊 所以如果你越敏感越去选1% 不敏感呢就去选5% 接下来啊这个图书里面没有 大家自己进行一个总结 进行一个记录 这个地方我们针对于重要性确定的方法是 基准乘百分比 它属于一个原则性的指标 把这件事情定好了 后续的其他相关指标才能予以确定 而针对于整体的重要性 我们从谁的角度出发 注册快试再去制定财务报表 整体重要性的时候 一定要从预期使用者的角度出发 预期使用者关注哪个指标 我们就选择哪个指标作为基准 预期使用者越敏感 我们越选1% 预期使用者越不敏感呢 我们越选5% 举个例子对吧 比如说收入 乘一个1% 最终我们得到了100万 这个金额 那么100万就是财务报表 整体的重要性水平 我们来做一道题目 说注册快试在确定重要性时 通常会选定一个基准 下列各项中注册快试在选择基准时 不需要考虑的是 那看到了基准的考量因素 我们从哪个角度出发 从预期使用者的角度出发 预期使用者 关注哪个报表项目 我们就选哪个报表项目作为我们的基准 许项A说备审计单位的性质 比如举个例子吧 备审计单位是国企啊 还是民企啊 备审计单位是一家盈利企业啊 还是一家非盈利企业啊 这些备审计单位的性质 会不会影响预期使用者去关注哪一个报表项目 当然会影响了 那选项A说法是正确的 选项B叫以前年度审计调整的一个金额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你从预期使用者的角度出发 你认为你能知道 备审计单位以前年度审计调整的金额吗 从实务的角度来看啊 其实预期使用者是不知道 一千年度这家备审计单位 他审计调整的金额的 这件事情只有谁知道 这件事情只有当年 审计这家备审计单位的注册会计师知道 比如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你可能作为股民去炒股对吧 你去选择一家上市公司 最关注的指标的时候 你能知道这个指标以前年度审计调整有多少吗 是不是你不知道啊 所以预期使用者 在去考虑他自己最关注的报表项目的时候 他考虑不到这个选项B 这个只有注快他才能知道 选项C说基准的相对波动性 这个之前我也讲过 说我们的预期使用者 关注两个基准 一个是收入 另外一个是净利润 做个比喻 那比如说收入的波动比较大 而净利润的波动比较小 那出于稳定性的一个考虑 可比性的一个考虑 那预期使用者更愿意去选择 稳定的指标 作为我们的基准 选项Cd就直接把选择基准的 考虑因素的核心说出来了 叫做是否存在 我们财务报表 预期使用者特别关注的项目 所以这套题目不需要考虑的是2B 这是一种解法 但是针对于这种题目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解法 我给大家说一个新的内容 新的思考问题的一种思路 你们有没有发现 针对于这个选项A 选项C跟选项D 它都是一类企业的共同特征 你看国企还是民企 盈利企业还是非盈利企业 它不是单个企业的这种个性化特征 它是一类企业的共性特征 也就是说 针对于市场上的这些公司 有很多企业它属于国企 有很多企业它属于民企 这是预期使用者在思考问题的时候 一种特殊的角度跟思路 他思考问题的时候 他很少去考虑这家企业内部的 个性化的特征 比如说他的以前年度调整多不多 被谁单位的内控做得好不好 第一他观察不到 第二他想不到这么具体的细节 那他去关注一个企业的时候 他更多的关注的是 他属于哪一类型的企业 对吗 选项C是别的道理 有一种类型的企业 它的这种基准的波动性 可能就比较强 比如说针对于成长类型的企业 属于成长期的企业 它基准波动性就大 那属于成熟期的企业呢 那他可能波动性就小 而无论是成长期还是成熟期 他也不是某一个企业的 个性化特征 它是一类企业的共性特征 选项C是否存在我们的 财富表预期使用者 特别关注的项目 那针对于某一个类型的企业 它的性质也好 它的基准的波动性也好 它所处的行业也好 它所处的生命周期也好 整个的经济形势也好 那他关注的都是一类企业的 共性特征 所以你会发现ACD 它都是一类企业的共性特征 也就是说你通过ACD这个维度 你可以把4900多家上市公司 给它分成不同的组别 而针对于同样的一个组别 预期使用者关注的都是 相同的报表项目 那选项B呢 叫以前年度的审计调整的一个金额 这个就非常个性化 4900多家上市公司 它以前年度审计调整的一个金额 是不是完全都不一样 那它有自身的个性化特点 这个就是企业的个性化特征 所以从这个维度 你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之前针对于基准的那个考虑因素 你可以自己再去复盘复盘 你看看它都是不是一类企业的共性特征 而这个个性化特征有什么好处 在后面我们去确定实际执行重要性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那个时候我们考虑的更多就是企业的个性化特征 发现了吗 比较急啊 如果这个点不理解的话 后面我们去讲实际执行重要性的时候 你就会有更深的理解 接下来我们讲第二个指标 叫做特定的重要性 它的官方名称叫做特定类别的交易 账户余额或者是披露的重要性水平 如果我们说整体的重要性属于原则性的标准 那么特定的重要性 其实跟它的实际情况是相同的 那使用的场景啊 使用的方法啊 其实都是一样的 都是用来评价一个内容 评价相关的交易 账户余额和披露 或者是相关被设计单位的重大 相关的错报到底是否是重大的 只不过它不是一个原则性标准 它是一个特殊的标准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含义 说特定类别的交易 账户余额或披露发生错报时 即使错报低于我们的 曹报表整体的重要性 但是如果能够合理预期 该错报可能影响财务报表使用者 依据财务报表做出的经济决策 那么应该确定该认定的重要性水平 是不是这个概念又来了 什么叫做重要性 重要性这个概念就是注册快诗 从预期使用者的角度出发 认为在这个水平之上 相关的内容就会影响到 预期使用者的经济决策 前面我们确定了一个一般的原则 我们说是100万 但是你所有的报表项目都用100万合适吗 有些特殊的情况 比如说从行业的标准来看 从法律法规的角度来看 从我们之前淘汰过的预期使用者还关注的其他的基准的角度来看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对于这些内容定一个特定的重要性 我把它细称为叫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比如说整体的重要性是100万 但针对于医药企业的研发费用 由于预期使用者特别的关注 当时我们在选基准的时候 把它给淘汰了 那在后续我们评价相关的内容的时候 我们针对研发费用 我们单独给它一个重要性水平 比如说80万 这就是特定重要性的一个概念 那具体的确定方法一共有三类 首先第一个叫法律法规或者适用的财务报告编制基础 是否影响财务报表预期使用者 对于特定项目计量或披露的一个预期 首先第一个我强调的是 法律法规或者是相关的一个编制基础 这个地方举了一个例子 什么例子呢 第一个叫做 关联方交易 第二个叫做管理层跟治理层的薪酬 那为什么法律法规或涉及到这个内容啊 我给你举一个例子 你打开你手边的这个 我给你的这份文件啊 涉及到这家上市公司 它后付的财务报表的复注里面 你打开第117页写上 你看一下这117页 它披露的是什么内容啊 是不是4 关联交易的情况啊 为什么它要披露关联交易啊 因为咱们的编制基础也就是企业的会计准则 要求针对于全年的关联交易进行一个专项性的披露 那既然法律法规有要求 那我们注册快师在评价的时候 是不是要更加严格的评价 那你要考虑更加严格的评价 对吗 同时第二个 针对于管理层跟治理层的薪酬 还是这一页 你看一下那个扩壶3 对于第111至7页 第4项关联交易的扩壶3 它叫什么 是不是叫关键管理人员薪酬啊 对啊 既然我们的准则要求了对于专项的内容进行专项的披露 那这个时候注册快师再去评价被审计单位相关的关联交易 以及关键管理人员薪酬的时候 你是不是应该更加的严谨 那你就确定一个特定的重要性 那这个特定的重要性会低于原则性的标准 清楚了 但是啊 它还是谁从谁的角度出发 它还是从预期使用者的角度出发 OK吗 它不是说从被审计单位自身的角度出发 它是从预期使用者的角度出发 那法律法规针对于具体内容要求披露 那它认为对预期使用者重要 可能会影响到预期使用者的经济决策 因此呢 选择一个特定的重要性 而且这个特定的重要性 会低于我们100万的原则性标准 第二个 叫与被审计单位所处行业相关的关键性披露 这个之前我们老举例子 医药行业特别重研发 制药企业的研究与开发成本 那这个时候 我们在评价相关研发费用的时候 我们就不用100万来评价它的重大性了 我们用什么 用80万 或者用60万 或者用40万 都可以 只要低于100万都行 第三个就是我之前说的 财务报表 预期使用者是否特别关注 我们财务报表中单独披露的业务的特定方面 这个地方啊 您举个例子 监管机构是不是我们的预期使用者 监管机构其实也是预期使用者对吗 那在日常呢 我们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里面 监管一般都关注它什么内容 比如说 叫重大企业合并的一个披露 如果说在报告期内 或者在本年 这家企业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资产重组 或者是吸收 或者是卖出了一家重要的子公司 在这种情况下 你说预期使用者 或者你说监管 关不关注该内容 他关注该内容 那么在去评价该内容相关的交易 账户预额和披露的时候 你可以去确定一个特定的重要性 所以这三项考虑因素 还是从预期使用者的角度出发 但是呢 我们可以给它总结成三个关键词 能不能总结成一些关键词 叫什么 叫行法间 首先第一个 法律法规或者编制基础 有没有要求 我们取一个法字 第二个 有没有与行业特定相关的关键性指标 我们取一个行字 第三个 监管属于预期使用者之一 对吧 我们取一个监字 所以对于特定的重要性 我们总结一下 注册快师 从预期使用者的角度出发 考虑哪三项因素 却对于特定的交易账户预额和披露 给它定一个重要性 从行法间的角度 但这个地方重点注意一下 这个不是监管 应该是什么 以监管为代表的预期使用者 OK吗 这里面给大家举举例子 其实刚才已经举过了 这个地方大家可以再看一看 那实务上的操作 我们去怎么确定特定的重要性 说特定类别的交易账户预额 或披露的重要性水平 低于财务报表整体的重要性 换句话来说 只要比100小就可以 至于是多少 注意如何的去确定 这个利用注册快师的一个职业判断 那后面我们再去使用的时候 我们怎么使用 前面也讲过对吗 如果没有特殊的情况 比如针对于收入 针对于存货 针对于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等等 那我们再去评价相关具体的内容 比如说有多少笔收入 有100笔收入 这100笔收入里面哪些属于重大的交易 我们用谁来评价 用100万来评价 存货呢 哪些属于重大的资产 重大的存货呢 用100万来评价 固定资产也一样 但是研发费用就不用100万了 用谁来评价 用80万来评价 这就叫特定的重要性 OK了吗 第二个概念 你先放一放 关于这个整体的重要性跟特定的重要性 它都需要去制定一个实际执行的重要性 后面我们去再讲实际执行重要性的时候 再为大家详细的解释 所以总结 这个图具有一定的累积性 对吧 之前我们总结了关于整体的重要性 它的出发点是 注册块是从预期使用者的角度出发 考虑什么 考虑基准跟百分比 拿谁做基准 预期使用者关注哪个指标 你就确定一个最关注的作为基准 拿谁做百分比 是考虑预期使用者的敏感程度 那么针对特定的重要性 我们再去总结一下 它的出发点还是预期使用者 但这个时候 就不是用基准跟百分比来确定了 它只要小于100万 小于整体的重要性就OK 那么它的考虑因素 从哪三方面考虑 就是行法间 行业上 有没有一些关键性的指标 那如果有的话 你评价的时候 谨慎一点 法律法规上 比如说我们的编制基础 且快准则 有没有要求必须特定披露 或者单向披露的一个内容 如果有的话 那你评价的时候 谨慎一点 第三个 虽然说的是监管 但它其实说的就是预期使用者 预期使用者关注的指标 不会只有一个的 是不是这道理 那它除了关注收入之外 那它关不关注什么净利润 关不关注什么 我们的研发费用 包括除了报表项目以外 关不关注某一项具体的交易 比如说重大的重组 那它如果关注的话 针对于评价这些具体内容的时候 我们定一个特定的重要性 考虑预期使用者 那这个地方 针对于整体的重要性 跟特定的重要性 就给大家讲解完毕了 那么大家发现 就是我们在讲解 上述两个概念的时候 我们用的那个动词叫什么 叫做评价 对吗 注册坏师在审计的过程当中 指评价行吗 什么叫做评价 翻译成大白话就要看 拿眼睛看 我看了一下 BestinTV的账 原来你有这么多重大交易 我开始落实做工作了吗 我说没做工作呀 可能说我做风险评估的时候 我看一看 你有这么多的交易 那这交易里面超过100万 是重大的 可能有50笔 那这个时候 我有没有做具体的审计工作呀 有没有做进一步的审计程序 比如说我做控制测试了吗 我没做 我做试制性程序 找错报了吗 我也没做 所以 后面还涉及到一个问题 那在后续执行具体审计工作的时候 我还要不要用到这个标准呢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先看审计计划的整个地图 先告诉大家 什么叫做进一步审计程序 对吗 因为同学们可能一开始接触审计 有一些概念掌握得不是特别的清晰 所谓进一步审计程序 它就是风险应对的微观层面 这个之前咱们讲过 对吧 那它包括了总体方案跟具体的程序 那我们先看具体程序 所谓的控制测试 就是测内控 去测试背景单位相关内部控制的运行有效性 而所谓实质性程序呢 它就是找错报 那我问问大家 在这个图里面 咱们刚才提到的两个概念 一个叫整体的重要性 另外一个叫什么 叫特定的重要性 它们的核心目的 都是用来评价一个内容的 在这张地图里面 哪些环节涉及到评价一个内容 是不是很典型的 就是风险评估程序 对吗 风险评估就是用来评价相关的风险 评价相关的交易账户预和披露 当然你要看 它是重大还是不重大的 要评价它的重大性 那么进一步审计程序 那真的要去做工作了 这个时候我用 草包表整体的重要性 跟特定的重要性 还是否恰当呢 那我们打一个疑问 针对于执行进一步审计程序 风险应对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针对所有重大的交易 账户预和披露 去执行相关的审计程序 就足够了呢 我们来看一看 接下来我们引入第三个 关键性的指标 叫做实际执行的重要性 它的含义就是 在进一步审计程序时 重大的标准 你会发现 前面我们都在说 注册怪师拿眼睛看 用嘴去说 这都是评价的内容 但是真正注册怪师 放低姿态 用手去做工作的时候 它还是不是 同样重大的标准 这个时候就不是了 所谓实际执行的重要性 是指我们的注册怪师 确定的 首先 叫低于我们财务报表 整体重要性的一个 或者是多个金额 指在将未更正 和未发现错报的汇总数 超过我们财务报表 整体重要性的可能性 降低至适当的低水平 审计为什么难啊 同学们 它不说人话 对吗 这句话你又看不懂了 这是什么意思啊 那我们来翻译翻译啊 首先 什么叫做 指在将未更正和未发现的错报 这是什么概念 什么情况下 被审计单位 涉及到未更正的问题 是不是我已经审计过了 相关的一个财务报表 审完了相关的财务报表 我告诉你了 有一些错报 你不愿意更正 那才叫未更正 那什么叫未发现呢 就注册怪师履行了 相关的程序 比如说 针对于那50笔重大的收入 而履行了相关的审计程序 我没有发现相关的错报 或者是针对于 没有执行审计程序的那些收入里面 它存在重大错报 但是我没发现 所以这个未更正和未发现的错报 翻译成中文是什么意思 叫已审过后仍存在的错报 对吗 跟我一起记 就你已经完成了审计 但是呢 仍然被审计单位的这个财务报表 还存在相关的一个错报 这就是未更正和未发现错报的一个概念 后面我们说 汇总数超过 来我们看这句话 叫财务报表整体重要性的可能性 什么叫做超过财务报表整体重要性 它超过了财务报表整体重要性 那它是重大的 对吗 前面说的是错报 后面说的是重大的 那么将这种可能性降低至低水平 啥意思呀 就是注册快试要确定一个实际执行的重要性 它告诉你这个目的 目的是什么呀 它担心在我们的审计过后 仍然没有更正 就被审计单位 它不愿意更正 以及没有发现 注册快试履行了程序 没发现 或者注册快试压根就没履行程序 没发现的这些错报 汇总起来是重大错报的可能性 它为了将其降低至适当的低水平 而确定了一个指标 叫做实际执行的重要性 那再我们再总结归纳一下 本质上就是注册快试怕什么呀 怕发表错误的意见 所以做工作时要更加的谨慎 换句话来说 给你举个例子 咱们收入一共是一个亿 一共有100笔交易组成的 那这100笔里 如果我光评价它 我用100万对吧 评价用100万 我找出多少笔啊 比如找出50笔 真的注册快试 要履行进一步审计程序了 要对于这个收入去做工作了 这个时候 我还用100万吗 不用 因为这说了 这叫实际执行的重要性 它会确定一个更低的标准 那这个标准是多少 比如说50万 那我们再去确定 针对于这100笔交易 哪些交易去执行进一步审计程序的时候 我们要用50万这个标准 也就是把我们的卡尺缩一缩 乘一个50%至75%的比例 当然这个地方举个例子 比如说50% 那你缩一缩 是不是更多的交易被筛选出来了 那针对这些收入 我们需要执行进一步的审计程序 例如说有60笔 我对于这60笔交易去做审计程序 最终发表审计意见 OK了吗 所以翻译成大白话 或者给你总结总结 这叫什么 这叫眼高手低 发现了吗 什么叫眼高手低 注册快师在整个审计业务过程当中 评价相关的内容是否是重大的时候 他可以放宽松一些 比如说我利用100万 但是真的让注册快师去执行审计程序的时候 在他眼里 哪些交易账户余额和披露 需要执行进一步审计工作 那他可能就是50万了 那都是重大 但是具体的环节应用的环节是不一样的 评价内容用100万 但是做工作用50万 了解 OK了吗 同时第二个我们看 说如果适用 还指我们的注册快师确定了 低于特定类别的交易账户余额和披露的重要性 确定一个或多个金额 也就是说 无论是适用整体重要性的收入 还是适用我们特定重要性的一个研发费用 他都需要去确定实际执行的重要性 大家思考为什么 大家想想为什么呀 你看有的报表项目我没有定特定的重要性 有的报表项目我确定了一个特定的重要性 为什么他们都要去制定实际执行的重要性 因为注册快师都得审计呀 都得做工作呀 针对收入做工作的时候你就用100万了 用100万比如说乘一个50% 用50万 那注册快师针对于研发费用做工作的时候 他用多少 他就不用100万了 他用那个特定的重要性 比如我乘个50%用多少 用40万 OK了吗 这是不是显得更加的谨慎 这就是实际执行的重要性 就是在你做工作的时候 确定对于哪些交易账户余额和披露 需要执行进一步审计程序 拿谁来衡量 用实际执行的重要性来衡量 具体确定的方法 这个地方重点看 其实就是考虑因素 确定我们实际执行的重要性 并非简单机械的一个计算 需要利用什么 注册快师的职业判断 注册快师职业判断 涉及到会计 审计以及职业道德方面的各项领域 那在这里面其实是一个审计的问题 具体的考虑因素 我们来看看 这个三个内容还是不是从预期使用者的角度出发 第一个叫对于被审计单位的了解 谁对被审计单位的了解 注册快师对于被审计单位的了解 第二个叫前期审计工作中 识别出的错报 它的性质跟范围 什么叫性质啊 就是这错报到底是舞弊还是错误 主观恶意的还是客观善意的 所谓范围呢 就是多还是少 它其实衡量了一个企业的质地 就是以前你在审计这家企业的时候 这家企业问题多不多 如果问题越多 它质地是不是就越差呀 那问题越少呢 那它可能质地就越好 第三个叫做根据前期识别出的错报 对于本期错报做出的预期 这个地方其实强调的就是 本期的重大错报风险高不高 叫本期的风险 还有什么 前期的错报 对吧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预期使用者对于这三项了解吗 注册怪师对于背信他为了不了解 预期使用者关注吗 他关注不到啊 前期审计工作中识别出的错报的一个具体情况 他只有以前在审的时候相关的注册怪师才能了解到 本期呢 对于本期相关具体项目做出的风险评估 预期使用者知道吗 预期使用者他也不知道 所以你会发现 我们再去确定实际执行重要性 真的落地要去做工作的时候 我到底是定更接近50%的比例 还是去接近75%的比例 这个时候从谁的角度出发 是不是都从注快的角度出发 而且本质上这个考虑因素可以给他归归类 因为其实真正在题目过程当中 或者在实物里面 这个考虑因素还有很多很多 这个地方只是给你举了一个例子 你怎么去归类呢 首先考虑因素之一 就是注册怪师对于被审计单位的一个了解程度 我对于被审计单位越了解 注册怪师心里不就越有谱吗 那这个时候可以相对宽松一些 审计的过程当中 确定那个实际执行的重要性就可以高一些 但如果我对于被审计单位 我不是特别了解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都要更加的严格 可能要确定更接近50%的一个比例 另外其实2跟3都反映了一个什么问题 是不是企业指令的问题 所谓企业的指令 就是这里面的错报多还是少 比如说涉及到前期的问题 涉及到了本期的问题 因为前期错报已经出来了 本期你只能做具体的评估 如果前期的错报又多 性质又恶劣 本期对于相关的风险评价又高 那这个企业指令就差 指令差 那你定更高的实际执行的重要性 还是定更低的实际执行的重要性 是不是定一个更低的 比如我用50万 而如果企业指令好呢 企业指令好 我就可以用一个更高的实际执行的重要性 比如75万 所以因为我们发现 这里面所有的考虑因素 都是从筑块的角度出发 筑块心理越踏实 那你可以用较高的实际执行的重要性 而筑块心理越不踏实呢 那你就得用一个较低的实际执行的重要性 发现了吗 这个地方 实物上面的一个操作 不像我们特定的重要性 特定重要性只要比整体重要性低就行了 利用直接判断 但是在去确定实际执行重要性的时候 我们的准则给了一个范围 一般是财务报表 整体重要性的50%到75% 那你来看一看啊 就这些具体的案例 举例就是前面考量因素的一个具体应用 我们来看看 首先第一个 叫针对于连续审计的项目 以前年度审计调整比较少 那我问你啊 注册怪师对于这个项目是更加的放心还是不放心 连续审计就去年是我审的 今年也是我审的 对于这种连续审计的项目 以前年度 去年的错报不是太多 那你说注册怪师对于这个项目 放心不放心 非常好 放心吧 那我具体在执行进一步审计程序的时候 我是更加的宽松还是更加的严格 是不是宽松啊 找到这种感觉啊 你把自己当成注册怪师 第二个 叫项目总体风险为第一到中等 也就是对于本期相关的认定 它风险上的一个评估 不太高 那你是更加的放心还是不放心 那不是更加放心吗 既然放心 你在执行进一步审计程序的时候 你就可以考虑更加的宽松 同样第三个 叫以前期间的审计经验表明 相关的内部控制运行有效 你看前面的这个考虑因素里面 说到内控了吗 没说到 对吧 但是你给它总结出来 你就看注册怪师放不放心就行 如果以前期间被审计单位内控 就做的乱七八糟的 错报一大堆 那这个时候注册怪师 放心还是不放心 它不放心 但如果内部控制有效呢 那它不就放心吗 注册怪越放心 那它确定的实际执行 那重要性就会越高 它就越宽松 在出现一二三上面 这三种情况下 我们确定实际执行重要性 那个比例的时候 越接近75% 要从宽确定 OK吗 这个地方啊 我再给你重点提示一下 从严从宽和这个金额的大小 正好是反向的概念 什么的意思呢 针对于实际执行重要性 如果越高 或者你说这个金额越大 我问你是从严还是从宽 如果我确定的是75万 在这个指标里面是最高的标准了 我问你是从严还是从宽 是不是从宽啊 这是什么逻辑呢 因为你想你衡量重要的这个标准变宽了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有更少的交易账户预合和披露 它是重大的 你需要去执行相关的程序 对吗 那如果你要放窄了呢 那可能有很多的项目都符合要求 那你都需要对于这些交易账户预合和披露 去执行相关的工作 所以这个金额 为什么大家老觉得特别别扭呢 因为这个金额描述的是你的标准 你的标准越宽 你这个金额越大 那你需要做的工作可能就越少 你筛选出重大的内容就越少 但如果你的这个标准越小呢 那你筛选出来重要的内容就越多 你需要执行的工作就越多 所以这个概念是反着的 OK了吗 接下来我们来看较低的情况 其实较低跟较高就是反着的 对吗 首先第一个叫首次接受业务委托 注册坏是第一次审计这个项目 你告诉我你对这个项目了解还是不了解 是不是不了解啊 不了解的话你告诉我你放心吗 你就不放心啊 既然不放心 那你从严还是从宽 是不是从严 需要更加的严格 第二是一个连续审计的项目 去年是我审的 今年还是我审 但是以前年度啊 审计调整特别多啊 一大堆错啊 都需要注册坏师来帮他找 那这个时候 企业的质地好吗 企业的质地不好 那注册坏师在执行审计工作的时候 他放不放心啊 他不放心 那就应该更加的严格 对吧 第三 本年我去评估啊 项目总体的风险比较高 那在这个时候 企业的指令也是比较差的 我放不放心 我不放心 你不放心 那你就去做更多的工作呗 那你就更加的严格 确定一个更低的实际执行的重要性 最后第四个 叫存在或者预期存在 值得关注的 内部控制缺陷 本期内控做的不咋地 那叫指令差 对吧 那他既然质地差 那我就不放心啊 那我应该更加的严格 所以你发现了吗 这就是 从注册坏师的角度 去考虑企业的 个性化的因素 前面我说了 针对于整体的重要性 跟特定的重要性 考量的都是共性的因素 因为预期使用者 他只能关注到共性的因素 但注册坏师呢 他能够关注到这个企业 他个性化的各方面内容 以前年度 错保多不多 是不是首次接受业务委托 本年度错保多不多 以及内控做的好不好 相关的风险高不高 这不都是他的细节性的问题吗 而且都是个性化的问题 也就是4900多万上市公司 这些下面具体的情况都不一样 所以它是一个个性化因素 为什么给大家讲这个 因为考试的时候 喜欢考虑因素 对不对 具体的一个实物的运用 这个地方重点强调一下 其实前面我已经跟你强调很多了 他是干嘛用的 他就是干这个事儿 实行进一步审计程序的时候实战 前面咱都是评价 评价的时候还没做工作呢 但是后面我要做风险应对了 要实施进一步审计程序了 我拿谁来衡量 我就别用100万80万了 那个太高了 我稍微把这个水平降一降 我把尺子缩的短一点 更加严格一些 这样呢 我能够保证最后发表意见的时候 提供一个合理保证的水平 注册坏师出于对于 未知领域的一个敬畏 对吗 注册坏师在计划审计工作时 可以根据实际执行的重要性 确定对于哪些类型的交易 账户余额和披露 去实施进一步的审计程序 记来看 叫通常选取金额超过 实际执行重要性的财务报表项目 这叫原则 但前面啊 咱们一直聊的是什么问题 是不是都是定量的问题 定性的问题咱们考虑了吗 有一些啊 具体的交易账户余额和披露 它确实不够50万 但是不够50万 我就不执行进一步审计程序了吗 不一定啊 有可能定量不大 定性大 你只考虑了数量的问题 金额的问题 但是你没有考虑什么 性质的问题 所以针对于这个原则 它会有三个例外情况 这三个例外情况分别是 单独不重大 但是呢 汇总后比较重大 什么叫单独不重大 但汇总比较重大 我给你举个例子 比如说针对收入 它里面有100笔 大家知道在实务过程当中 有一种交易的形式 叫做框架性协议吗 什么叫框架性协议啊 我跟这个客户A签署了一个框架性协议 之后我在做交易的时候 我直接给你发送订单就可以了 那剩下的规则按照框架性协议的要求来履行 那么这100笔里面可能有20笔 都是这种框架性协议 这20笔单独每笔拿出来 它都不超过50万 每笔都不超过50万 但是汇总起来呢 汇总起来它可能就要超过50万了 那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说针对于客户A的这个框架性协议 它是否属于一个重大协议呢 非常好啊 你们都判断出来了 它是一个重大协议 有些交易它不能单独的看 你得汇总起来看 所以这叫什么 叫单独不大汇总大 第二个特殊情况 存在某些低估风险的报表项目 就是本身啊 这个劣势的报表项目 其实这个金额很小 比如说才20万 比如举个例子吧 我们说相关的管理费用 它只有20万 但是诸所快诗利用职业判断认为什么 管理费用是存在低估风险的 这20万可能不全 有可能真实的是200万 你只把其中的20万记在上面了 我认为你的完整性认定可能存在 错误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能光拿数量来衡量吗 你要拿50万这个指标来衡量 你是不是无需对于这20万执行进一步的审议程序啊 但实际上呢 就是性质比较恶劣 就5B了 有一项具体的交易 比如说涉及到10万 它确实没有超过50万 原则上我们不用对它执行进一步的审计工作 但是由于这笔交易涉及到5B风险 需不需要执行进一步审计程序 它也需要 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总结 我们说实际执行的重要性该如何确定呢 利用我们财务报表整体的重要性 或者是特定的重要性 去乘一个百分比 你把这个指标锅放下来 眼高吗 前面的这个整体的重要性跟特定的重要性 说的都是评价 这叫眼高 你真的具体去执行相关的审计程序的时候 你把姿态放下来 你要做到手低 所以眼高手低之间差多少 一般差50%到75% 而这个时候我们要去看 实际执行重要性在确定的时候 你到底是更接近50% 还是更接近75%呢 从谁角度出发 从筑块自己的角度出发 你仔细想想这个逻辑 为什么注册快师这个时候 不从预期使用者的角度出发 谁做工作呀 是不是筑块自己做工作呀 评价的时候 为什么从预期使用者角度出发 因为评价重要性 重要性这个指标是影响预期使用者的经济决策的 所以评价一个内容 你要用预期使用者的眼光来看问题 但是具体做工作的时候 这个时候注快就可以用自己的角度来看问题了 核心就看注册快师 对于被審计单位的一个了解的情况 其实就是对于相关的企业是否了解 以及这个企业它的指地如何 这个注册快师对于这家企业越放心 那我应该越接近75%还是越接近50% 他越放心 我把这个指标可以放的宽松一些 越接近75% 那他如果不放心呢 就考虑越接近50% 需要更加的严格 OK了吗 这个地方能听懂吗 针对于这张图非常之重要 考试的时候喜欢考什么 喜欢考这个 具体的考虑因素到底是什么 那么介绍到这儿 涉及到了三个重要性的概念 这三个重要性的概念 说的都是抓大的问题 就是重不重要的问题 那除了抓大的呢 那后面不还剩放小吗 对不对 接下来我们介绍第四个指标 叫做明显微小错报临界值 它的本质叫做微不足道 什么叫微不足道 审计过程当中有一些特别小的内容 有一些非常小的错报 像明显微小错报临界值 那针对于这些错报 注册快师可不可以不累计 不要求被审计单位管理层进行更正 其实是可以的 那么来看一下具体的一个内涵 说如果注册快师将低于某一金额的错报 界定为明显微小的错报 这些错报无论从规模 性质或者是发生的环境 无论单独或者汇总起来都显得微不足道 这句话你能读出一个什么意味吗 无论从规模还是性质 还是单独还是汇总 它都微不足道 也就是说无论是定量还是定性 它都属于微不足道的 这是第一个概念 所以你在去考虑明显微小错报临界值的时候 你确定了具体的那个金额 它其实既考虑了定向定量的要求 也考虑了定性的要求 第二个非常之重要 很多同学这个概念搞不清楚 明显微小是不是意味着不重大 前面咱们那三个指标讨论的都是重大的问题 整体的重要性 特定的重要性 评价一个内容是否重大 实际执行的重要性 做工作的时候是否重大 是否需要执行进一步审计程序 但明显微小 明显微小是不是就是不重大的意思 我给你举个例子 之前我们再去确定 这个重要性的时候 我们用的是多少万 是不是一百万 那在那个审计项目里面 什么叫做不重大 小于一百万 那就是不重大 而明显微小错报临界值呢 一般情况下这个金额会非常的小 它一般是整体重要性的 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五 一般情况下不会超过百分之十 你就看这个数量规模级 你就知道 明显微小是微不足道 是小到都不用管 但是它跟不重大不是一个概念 就像我工资 比如说我的工资是三千块 什么叫三千块 就不到一个亿 所谓的明显微小叫三千元 所谓的不重大呢 就是不到一个亿 那我问问大家 三千元是不是等于不到一个亿 这个逻辑是错的 对吧 明显微小跟不重大 是完全的两个概念 所以为什么我在讲解相关内容的时候 我喜欢把前三个指标放在一起 前三个指标说的是重要不重要的问题 重要 怎么体现重要 影响预期使用者的经济决策 叫重要 而微小呢 微小它不是不重要的意思 微小是微不足道的意思 它跟前面三个概念完全是 应该算是无关的 虽然在确定数值上有一定的关系 但是呢 它们的本质和逻辑 没有什么相关的关系 第三个 叫我们的注册快师 应当在我们的审计工作的一稿中 记录设定的明显微小错报临界值 这属于一个重要事项 你要把它记下来 低于该错报的 该金额的一个错报 视为是明显微小错报 可以不累计 什么叫不累计不更正啊 别着急 后面我给你去画一下 注册快师那本小黑帐 你就知道在审计过程当中 注册快师对于相关的错报 该如何进行处理了 最后一个第四个内容 叫如果不确定 一个或者多个错报 是否明显微小 就不能认为这些错报 是明显微小的 感觉这句话是不是看不太懂啊 我给你举个例子 举完这个例子 咱们休息一会儿 什么例子呢 以会计估计为例 我问大家 如果被审计单位管理层 对于某项具体的会计估计 咱们就说预计负债好了 在期末 被审计单位存在一项诉讼 对于这个诉讼 可能要进行一个估计 对吧 假设我需要履行的 现实的赔偿义务 大概是100万 OK吗 这是他做出的一个 具体的会计估计 那这个时候注册快师来审计了 审计的时候 注快 认为合理的会计估计 应该是102万 那我问你啊 这个时候错报是多少 是不是102万减去100万 错报不就2万吗 OK你们都回答上来了 第二种情况 管理层做出了相关的会计估计 认为预计负债是100万 但是注册快师没有给具体的一个 什么 没有给具体的一个金额 他给的是一个区间 他认为啊 从102万到110万之间都是合理的 那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啊 这个时候 错报是多少 第二种情况 管理层做出的会计估计是100万 注册快师认为 只要你的这个数 在102万到110万之间都是合理的 有同学说什么 2至10万对吗 但其实这个地方叫什么 这叫不小于2万吧 对吗 因为你拿离这个100万最近的 合理的一个值是102万 102万减100万就是2万 他叫不小于2万 是不是这道理啊 那我问你这个时候 对于相关的错报是确定的金额 还是不确定的金额 是不是错报是不确定的金额 你看 审计非常有意思 可能没有学过审计的同学 认为错报应该是一个固定的金额 但实际上在审计过程当中 有一些错报的金额 它不是固定的 如果错报说不小于2万 那它就不是固定了 既然它不是固定的 我就问你一个问题 它属于明显微小错报吗 刚才咱们确定的 明显微小错报临界值是3万 也就只要低于3万的错报 它都是 明显微小错报 可以不累计不更正 比如说3万 我只能知道的是 错报不小于2万 但它是否超过3万 或者小于3万呢 我是不是不清楚啊 这种情况是不是 错报是不确定的 你不能确定 它是不是一个明显微小错报 那这个时候 它是明显微小错报吗 它就不是 OK吗 这个是挑战大家观念的一个逻辑 就在审计过程当中 不是所有的错报 都是一个固定死的数 有的时候 比如针对于这种会计估计 错报具体金额是不确定的 但是我知道你可能存在相关的错报 而且不小于2万 所以这就是第四句话的一个内涵 叫如果不确定一个或者多个错报 是否明显微小 我不知道它到底是不是小于3万 我只知道它不小于2万 那就不能认为这些错报是明显微小的 OK吗 那我们再消化消化相关的知识 休息10分钟 10分钟过后 我们继续的总结归纳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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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